这么一早 卢州区福昌社区发展协会 号召了约500位社区民众 一同前往南坎西进行 静西建走活动 为地球永续尽一份心力 同时也在出发前邀请环保局 来做活动讲解跟环保宣导 让乡亲一边清除垃圾 也能一边散步欣赏南坎西的河岸风光 我们静西活动是从我理办公处 然后经过游几 游几公园后面就是南坎西的提案 这样一直走到那个南坎桥 还有竹梦桥 我们就按照我里的住宅 那个道路 我每年都 几乎每年都有办一次这样 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 让里面都能够认识 这个南坎西能够有一个非常漂亮 非常好的环境 让我们生活在这边很幸福很美满 福长里长表示 每年社区都会举办建走静西活动 都有许多民众热情参与共享盛举 参与活动的民众表示 很认同里长爱护环境的理念 觉得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 有意义的活动把环境顾好 大家尽一份心力 很认同陈昌里长办的活动 去年我不知道 不知道有这个活动 我是搬来这边才知道这个活动 经过我们里长 里长夫人的介绍 我才知道有这个活动 所以我就赶快来报名参加了 因为今年是有这个里长 他们说有办这个活动 所以我才来参加 原本活动只开放300名额报名 当天早上又有不少人现场报名 参加民众非常踊跃 李明表示里长非常照顾社区长辈 所以只要有空活动都不会缺席 可以出来走走交朋友很开心 那我谢谢这个徐里长 他真的很照顾我们这些老人 用餐啊 教我们延缓失智啊 一些手工饮 可是我觉得真的很不错 本来都是在家里嘛 作者好像说有点老人吃在那一种 所以来这边办活动 认识好多人啊 而且像那个 我们认识很多人的时候 那好像头脑比较清除 这次的南侃西近西建总活动 有不少长辈带着孩子一起参加 学习爱护环境跟垃圾分类 过去南侃西饱受污染 经过多年整治才有现在的干净 希望通过活动 邀请大家一起做环保 共同维护环境 记者来唯一头报道